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 您知道怎么测量你家孩子上课有没有开小叉吗 下面给您提一个小窍门 一块橡皮就能搞定 这也是最近某媒体十万家的公众号推送的文章 来看我们编辑做的这张图非常的用心 四个小图橡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您看这第一张 橡皮干干净净上面写了 不开小叉认真听讲型 第二块橡皮中发了一个小眼 这在中间是偶尔无聊开个小叉 第三个橡皮大家可以看出来了 基本已经被掰成一半了 被蹂躏得够呛 拦腰截断 就是上课质量不好 经常走神容易分心 这个上课质量也大大折扣 最后这个马脸 看着就心疼 妥妥的 整节课都没要好好听 你以为这马脸就终极了吗 再来看这张图 下一张 一个问号 橡皮呢 家长通常在小时候会怒吼一句 这是给我把橡皮弄丢了 你怎么不把自己弄丢呢 怎么样 对于这个测试准确率 您给打多少分呢 有孩子的打完分 别忘了赶紧去检查 检查孩子的橡皮吧